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林方暖 新闻开始带您关心的是 台糖瘦肉精食安风波持续延烧 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市政会议上表示 不舍基层员工被苛责 并强调支持食安公权力 宁言勿松宁快勿慢 展现重视食安最强力的态度 而针对检验结果不同 中央地方都将进行敷衍 一句做得很好 让台中市卫生局的伙伴们 仿佛吃下了定心丸 更坚定了要守护市民食安的决心 到底是人民重要还是厂商的利益重要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呼吁 我们一定要站在人民的这边 支持公务人员执行食安的公权力 政府应该要站在公正监督的高度 不要介入 台中市食安处日前检出台糖安心屯 梅花冷冻肉片 含有0.002ppm的瘦肉惊喜补特罗 与中央检验结果大不同 闹得沸沸扬扬 2月5号台中市卫生局公开检测数值 并轻松检体到卫福部 中央预计在今天进行复验 虽然晚距台中市府派员参加 不过台中食安处于今天早上9点 邀请中央地方等约12位的专家再次进行复验 那我们台中市今天早上9点 就开始进行复验的过程 其中中央派了三位的长官来 然后还有两位的学者专家委员 然后还有台方公司的代表一位 我们自己的话是有两位这个技术人员 再加上我们食安处的处长副处长等 还有我们请了一个第三公正的台中市的专家 也来参与这项的这个复验 所以总共大概会有十一二个人 在这个检验室里面来全程的看这些复验的过程 对于人民的食品安全 您言勿松 您快勿慢 要展现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重视食安最强力的态度跟立场 我对于我们食安处的人员 他们的表现表示肯定跟支持 无论检测结果如何 市长卢秀燕不舍基层员工被苛责 并强调一定要支持食安的公权力 以最严谨的态度把关 让民众食得更安心 趁着农历新年来临之际 苗栗县大湖乡公所积极整理市区停车场 获县长支持拨用的广庭一停车场 已经完成了拨油铺面 崭新完工启用 扩增停车位 未来朝向收费管理 活化市区停车空间 让交通更加便利 热闹喜气的龙队演出带来好彩头 在大湖乡公所旁 最新披荐整理出来的广庭一停车场 正式剪裁启用 新的停车场增加22个停车位 旁边还有广庭二停车场 联手疏解大湖市区 路窄腹地小的停车难题 大湖市区才170几公顷 要住9500人 真的选择狭窄 所以你看它每一条路都不够宽 然后它现在所有的机关 还有各单位 甚至医疗验所 几乎都是集中在这个区块 所以它停车空间真的不够 所以警察局的宿舍 在没有必要使用的情况下 大湖乡长提出这个要求 我觉得非常的合理 广庭一停车场原本是日式老旧宿舍 作为历史建筑 修复经费过于庞大 相公所积极争取转座停车场使用 让寸土寸金的市区公有地 发挥更大为民服务的效益 钟县长也强调 在民众拥有汽车数量 越来越多的现况下 乡镇市公有停车场 一定要朝向收费管理 避免车位 被当地的著名酒站 不符合公众利益 我还是鼓励这个18乡镇 一定要做停车空间的检讨 再加上所有的已经设定好的 像现在的广庭一广庭二 将来一定要做收费 因为你如果没有做收费 就会让人家占用 那车位一直被占用 真正使用的人反而用不上的话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兴建停车场兴建相当有效率 在各界支持下 只两周的时间就完成 赶在农历春节前启用 因为台湖的腹地动手 所以听他都不访天 然后后来 把这些严重的 蛮求答应 除了来支持 要在举手之外 有报也拆除费100万给我 那当然不足的部分 大湖乡代表会 也全力的帮忙 所以才有今天的启用仪式 随着新停车场启用 大湖乡市区在过年期间 将有三处停车场 可供民众停车 方便民众春节到大湖旅游 房友与湘景 台中西屯路四段完工之后 车流量增加 但是民众抱怨 西屯路三段与东大路口处 为规划左转专用道 衔接二段的地方 也为告示四线道缩减为两线道 导致交通大打劫 市府表示已精彩 轮放号制管制 未来将是车流检讨 绿灯亮起 七机车一起涌入双向单线道的路口 西屯路三段 在与黎明路三段交接的地方 从四线道变成了两线道 有民众反应 开车根本措手不及 由于标示的不清楚 那会造成说在行进的时候呢 措手不及 那我们希望说呢 我们交通局能在提前 来找到一个路口 来设置这个标志 能让我们的行车的人呢 能够更清楚 四线道变两线道 这一条连接西屯路二段的马路 恰好是西屯早期开发区 商家林立 双向单线道仅10米宽 而往东海方向数后期开发区 因此有空间规划两线道 对于熟悉路况的在地民众 习以为常 但外地民众则希望标示更清楚 否则容易交通打劫 甚至造成擦撞 交通局表示 目前已采交通号制轮放 疏解车潮 并规划相关标志 我们会在上游 提早做一个告示 告示说前面 路幅是比较狭窄 是有缩减的一个标志 来提醒那个民众 现场勘查 然后再加设计 我们预计大概两个月左右来完成 而同样也是西屯路 另一处还有这个问题 车辆往来频繁 去年8月完工的西屯路四段 串联台中科学园区到台湾大道 带来车流 但到了西屯路三段与东大路口 民众希望增设左转车道 减少左转车与执行车的冲突问题 目前呢 因为西屯路的路幅的限制的关系 所以要再设置一个专用的左转车道 是会比较困难 那另外呢 以现在是采用轮放的方式 那我们希望说 用这样子的机制呢 能够减缓 就是说我们交通阻塞的状况 那有关于建议说 是不是要设这个 左转保护时下的部分 这我们会再观察 这个车流的状况来做一个研议 交通改善一步一步来 但民众也期盼尽快到位 给市民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过年前夕民众交易热络 交通方面也变得更加繁忙 苗栗县警察局 针对金融机构巡逻 以及春节期间 交通疏导都提出规划 警力与民力全力投入解案工作 苗栗县长中东警前往慰问 感谢在第一线执行的冤警辛劳 苗栗县县长中东警 前往苗栗县警察局 和园警们慰问加油打气 春节期间各项交通民生 都比以往更加的繁忙 辛苦加倍 春单为情 当然也感谢议长副议长 还有几位议员 他们也兼职了各种名利的大队长 那当然春单期间 警销都非常的辛苦 没有假日 还要轮班还要上班 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交通 能够更顺畅 尤其好一些景点 那个交通是一定需要疏导 尤其像大湖 山益 南庄 这个都非常重要 今年的春安 春节期间温度又会下降 刚刚在聊的时候看到日本大陆 下雪都下得很严重 所以我们今年春节初一的时候 又刚使用 那个温度要下降又很冷 所以大家在职勤的部分 一定要把自己的家庭的衣服 然后注意安全 我想这个春安 有各位警察同仁的辛苦 我相信我们春安一定会的 春节的假期 大家一定会非常的顺畅 县长中东警 未免辛劳执勤的警察 携勤名利也颁发慰问品 今年县内加强重要节日 安全维护工作 2月1号启动 仅名利投入节安 县长中东警 议长李文斌等 前往县警局展开会访 节安工作 包含春节前夕 金融机构巡逻 守护治安 还有因应廉价的交通疏导 卫民服务等重点 这个春节节我们也要预防削小 尤其像这几天 最后的这几天 银行提顶现金的部分 是不是也请警察局 加强巡逻这些工作 都非常重要 相信我们苗栗县这么多年来 历届局长 对治安的工作能力都非常好 那我相信我们陈世王集长 虽然刚到内 可是我看他很快就进入状况 一定可以带领着团队 让把苗栗守护好 让我们的乡亲可以过着 这个幸福的这个过年 春节期间 人潮车潮流动大 远姐们服务春节不停歇 一同悉心守护 献民游客们顺利过好年 迎接春节七天廉价 哪里好吃 哪里好玩 桃圆市推出了八大暖心措施 包括竹围和永安渔港造厂营业 机场捷运持续营运 大西木博馆初二起开放 八面向不打烊服务 让民众开心过好年 今年春节有七天廉价 想好又去哪里玩了吗 桃圆市政府春节期间 推出八大暖心措施 上章善政在市政会议 用看板宣传 要让民众安心过好年 那么我们对于我们市民的服务 也必须要继续维持 不能打烊 所以我们分了八大面向 跟市民朋友来报告 当然大家过年的时候 大扫除水垃圾清运 我们有我们的时程 另外过年要出去走春 观光景点也好 一门设施也好 我们也都公布了 我们开放的时间 另外交通怎么样配合 尤其计程车加价的部分 包括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 都是桃园走春热门景点 春节期间照常营业 抢赚过年财 大型木博馆各场馆 也从初二起营运 同时机场捷运服务不打烊 呼吁民众多运用大众运输工具 避免塞在车阵当中 另外还有设服关怀 动保不打烊服务 过年期间我们不能忘记 对一些比较不幸的朋友 游民跟街友的关怀 所以我们在过年期间的关怀 服务也不打烊 热食或是收容的地方 都还会继续 另外对于动物的关难 也是一样不停 不管是这个收容动物 或是看到动物的这些 捕风捉舌等等 我们也都不打烊 提醒民众春节期间 急诊照常营运 但门诊时间各家不一 八面向不打烊服务 可以运用桃园市政府 赖官方账号 或是1999市民专线查询 大家好 我是谢正武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捐血前要记得二步一要 不要空腹 不要熬夜 要多喝水 捐血后 扎真的地方 记住轻轻压住五到十分钟 邀请您2024年3月 跟我一里一 全台六地 总动员 投资型诈骗 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 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 事实上 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 吸引被害人上当 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 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 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 随即捐款而逃 千万别上当啊 轻松致富多陷阱 脚踏实地最实在 年前攻破毒品弹药 来看到的是新竹县竹东镇 这一名男子疑似要进行毒品交易 警方跟肩已久 尚浅蓝茶 果然发现车内有海洛因 安非他命等各式毒品 还在住处搜出了超过30颗 致适和改造子弹数量惊人 白色轿车向后退想要逃跑 警方火速打开车门 把男子拉出来压制 要动 男子被推到草丛间团团包围 警方这么大动作 原来他是跟肩已久的毒贩 这个是海洛因 包包打开 满满白色粉墨甲练带 一查发现 竟是毒品海洛因 安非他命 更夸张的还有 来到嫌犯家继续搜索 大量子弹 稳如小型弹药房 警方与主动证 许先超过一名毒品进行段 并与其车辆及居住 超过海洛因 安非他命 大麻 及凯他命等毒品 以及杀伤率强大的达姆子弹等 日前主动一名男子 被警方锁定 疑似要进行毒品交易 上前拦查 搜出14包海洛因 21包安非他命 3包大麻 1包凯他命 还有超过30颗子弹 全安医毒品 我要防止条例 及强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 依送新竹地监署 侦办 在此 主动奔局呼吁 全国警察机关 正执行加强 重药节制安全维路计划 而茶气毒品 亦是重点之一 吸毒一时 害人一事 且身心健康也会严重 受到影响 这下人赃巨获 依送法办 大量毒品 还有杀伤力强大的达姆子弹 警方要扩大追查 是否还有其他藏毒和枪炮的地方 新北市中和区自强公园 是一座都会中难得的森林系公园 园区不仅有登山步道 还有儿童游戏区 中和区公所为了提供市民良好的游戏环境 112年翻新游戏区的邮剧 日前举行了完工启用典礼 封闭市邮剧里 小朋友爬上爬下 两边各有一高一低的溜滑梯 提供不同年龄层玩耍 另一边还有全新的鞦韆设施 不但吸引民众带着孩子来这里游玩 附近的幼儿园也受惠 对我们来讲最好用 对啊 也受惠到我们了 对 然后我们的校长也很用心 因为在前期的规划 校长都有协助去收拾人家 校长也有事 所以我们孩子来玩就很开心了 这里是新北市中和区自强公园 园区有三条环山步道 是一座生态丰富的森林系公园 中和区公所为了提供市民良好的游戏环境 112年翻新儿童游戏区 日前举行完工启用典礼 这个邮剧是适合学龄前跟学龄后的 学童跟小朋友都可以一起来玩 那这次的工程的主要内容是更新地点 然后改善附近的环境设施 把过去比较成就的儿童游戏做一个改善 翻新游戏外 异象设计也有巧思 像是地点的质干造型 就是为了呼应周围的山林景观 新北市议员张维倩对于公园翻新也大力支持 游戏整体规划全程参与 这个儿童游戏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结合了我们地方的生态 也就是馒头上面的台湾蓝雀 台湾蓝雀很可爱 我们就把它坐在儿童游戏场的主要邮件上面 让小朋友在玩的时候 也可以认识到我们馒头上面的台湾蓝雀 这个儿童游戏场希望可以带给周边小朋友 更快乐 更健康 更欢乐的童年 111年公所斥资2000万整体改造山林步道 112年再以550万元经费改造游戏区 让自强公园焕然一新 家长也更放心 让孩子开心玩耍 今年是乐天桃园球队第13年落脚桃园棒球场 中央地方球团经费到位 棒球场终于进行翻新 春节前启动排水改善 以及草皮回扑作业 将在3月底前完成优化 以崭新的球场风貌迎接终植球季的开幕战 桃园棒球场完工启用 今年迈入第15年 乐天桃园球队则是第13年落脚桃园棒球场 过去为人诟病的排水问题 草皮养护的终于启动改善工程 中央地方球团经费到位 进行大工程翻新 那因为在有限的期限内 在今年的3月31号 在乐天竹场要开打 那我们势必一定在有限的期限内 必须要完成这个工作 那整个工期上 在2月4号的时候 进行的球场的透水 改善工程的部分的草皮回扑 所以草皮回扑之后 还要有一段时间的草皮的养护 所以这个时间也必须很重要 2月4号已经开始进行草皮回扑作业 这阶段是场地排水工程里 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完成回扑之后 将进行75天养护期 让草皮根部向下扎根 形成足够的厚度 增加缓冲 避免选手受伤 同时弹性好的草皮 也可以减少不均匀弹跳状况 让比赛更安全更公平 做排水系统 喷罐系统的一个改善 然后最后再次回扑草皮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让草皮在良好的环境里面去做生长 那后续球场的排水的渗透 能够达到好的情况之下 就不会再有以后 在降大雨之后 排水不良情形产生 而导致比赛无法进行 球场翻新预估工程经费约1.2亿 力球3月底前完成场地排水改善 夜间照明优化 外野看台座椅更新等三大工程 迎接中职球技开幕战 桃园灯会2月21号登场 民进党桃园市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 抨击灯会没有主灯 缺乏在底性 加上活动经费4900万元 不符合民众期待 民进党桃园市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 执意今年在南昌森林公园举行的桃园灯会 没有主灯 活动经费高达4900万 却不接地气 感叹灯会直接变成灯光秀 这些活动的内容 确实跟桃园在地的人文 没有太大的连结 我想在这个部分 花了4900万 确实划众取宠 我想就像这个电影没有主角一样 就像便当没有煮菜一样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花了那么多钱 却办出这样的一个品质 我想市民大众都对这一次的灯会 其实是有期待的 民进党议员指出 桃园灯会举办汉服市集 与在地文化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东拼西凑没有主题系 古装在这边做一些汉服的演绎 我不晓得这个 这个官吕局的这个周柏雲局长 本身他几乎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 他办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都会有cosplay或是变装秀 我想我们还有很多呈现的方式 对于我们桃园市民来说 很多活动都有不同的呈现的方式 今年是农年 许多县市以农为主角打造主灯 官吕局指出 桃园2019、2020、2022年 举办的灯会 也都没有生效主灯 今年请国内外艺术家 设置大型的灯组 每一组灯都可以当主灯 而且还有灯光秀 请民众拭目以待 不畏日晒雨林 新竹县竹北市公所清洁队 穿梭大街小巷 帮民众收运垃圾 提升环保战队形象 农历新年前清洁队制服换新 设计导入城市异象 银灰色的飞行夹克和防晒外套 舒适透气 更具有科技感 垃圾出开进大街小巷 帮民众收垃圾 提升环保战队形象 竹北市公所清洁队员 农历新年前换新装 银灰色制服 崭新具有科技感 新的制服 也融入了我们竹北城市 CIS的视觉 以科技银灰来导入 那我们也有延续 我们的竹北市的 官署的识别 像是我们的飞行夹克 还有防晒的外套 就是采用我们工所 像这个我们的视觉辨识的 颜色科技银灰 那也呼应了我们竹北 这座城市的科技风 设计融入竹北城市 CIS视觉异象 由市长郑朝方亲自抄刀 包含银色飞行夹克 防晒外套各一套 蓝色长短袖工作服 和黑裤 舒适剪裁 轻便透气 190位清洁队员 穿起来更显朝气 竹北全市一天平均产生 100吨垃圾量 过年前增加2到3成 现在清水沟 扫街或收垃圾 队员都会穿上新装 民众都说颠覆以往 整体形象变得很清新 他们工作都很辛苦 然后换新装很好看 对啊 很帅气 我觉得为市民服务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市民们可能要多一点的体谅 可能配合上跟清洁队该有的规范 多配合一下这样子 不为风吹日晒 全市30条路线收运垃圾 银辉制服全新亮相 清洁队员工作穿得舒服 也展现专业为民服务精神 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 如何正确左转完 在可以直接左转的时候 应该在交叉路口30公尺前 就打左方向灯 然后查看照后镜并摆头 确认左方没有来车 才可以变换至内测车道 朱新一说的没错 进入路口后 要骑到路口中心处等待左转 转之前呢 要特别注意对象是否有来车 如果有执行车 一定要让他先走 确认安全距离足够之后 才可以起步 每100人就有5人 因患心病而死亡 心肌梗塞 随时有可能发生 银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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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铣铁铁铁铁鎁���� 农历春节前高雄道德院再次举办大型救济活动 有超过一万多户中低收入户 以及弱势家庭前来领取正经物资 而这一次共计动员了两百多名的职工 协助打包及发送 尽管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还是做得很开心 至于民众拿到政绩品 也不断地感谢道德院的爱心善举 还没到发放时间 高雄道德院的广场早已挤满了人 不让排队民众久后 道德院住持翁太明宣布开始发放 一时之间排队民众纷纷涌上前 进行身份资料的核对 领取政绩品的对案券 而这样的场景过去一年 几乎每个月都在道德院广场前出现 秉持宗教关怀弱势的精神 住持日前向神明请示 政绩活动还要连续举办七年 一次发放超过一万三千多户 名单全由社会局提供 包括了中低收入户 落实家庭及边缘户 而为了打爆物资 两百多位志工从早到晚 花了一个星期才完成 由于是农历年前最后一次发放 还加码一颗柑橘 领到的同时志工也祝福民众 新年快乐 事事如意 新年快乐 大家一起吃点 落实团体三三登的有时候吃得不温宝 可是它有办这种活动 对落实团体来走是一个温暖 是是是 所以它虽然给的不多 但是在过年前 对是一种温暖 真的是一种温暖 是一个多多少少是一种帮助 我们就是针对一二三级平民富 第四代边缘富 可能丹津家族 可能儿少族 可能独居老人 可能隔代教养的 都是我们救济范围里面的 我们要救济一次 他们就要花四五天 要一百多两百多人来帮忙 才能够包完 都包到手不能提了呢 屁股要起来也都坐不起来了 高雄道德院 每年为了购置十多万份的征绩品 如今出现负债的窘境 但为了完成道主的指示 只能咬紧牙关 期待善心民众共襄盛举 一同发挥爱心 帮助社会弱势 希望说一包白米 几样东西 能够给他们稍微解一下困难而已 也不敢说能够给他们用多久 那我们觉得宗教就是要 行善祭祀救人 这是宗教的宗旨 不然宗教存在做什么 道德院发放的证捷品 包括了白米 泡面 饼干 常见的民生用品 对经济弱势家庭来说 解决燃眉之急 迎接农年之际 希望让低收 中低收入 以及边缘户的家庭 都能过一个好年 再过几天 就是农历年 台中市议员林奇峰与福恩礼办联合送暖 集结地方爱心 捐赠意面 洗衣精等物资 议员还特别准备了电子暖暖包 共计32份 春节就算遇到寒流 也不用担心 让弱势家庭也能够感受温暖过冬 白米面食满满一整桌的物资 这是市议员林奇峰与福恩礼办公室 联合举办的春节送暖 又给里内弱势家庭最实际的帮助 希望这一次活动 能够带给一些家庭 有一时温暖 也希望透过这一次活动 让未来能有更多人 参与这个爱心活动 暖暖包什么的 还有一些清洁用品 这些都是我们很需要的 所以让我们节省了很多 露出满足的笑容 有福恩礼爱心商家捐赠的面食清洁用品 还有供自由运用的卖场礼券 再加上由一元捐赠的两公斤白米 提供32户中低收入 以及边缘户领取 要让礼民过个好年 而最特别的是这白熊造型的电子暖暖包 小小一颗拿在手上 春节即将报到的寒流也不用担心 只要充电就会发热 温暖整个冬天 小朋友带着的话比较不会太冷 也很温暖 也不用怕说像暖暖包一样一下就补暖了 今年过年的年前 那我和张宝德里长 特别准备了这个电子暖暖包 那我们知道过年前寒流又来了 那我们有非常多弱势的朋友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可以重复使用的电子暖暖包 跟一些我们日常的民生的物资 可以让他们过个温暖的新年 所以我们特别感谢里长号召了这么多善心的人士 那一起来共襄盛举 明代整合地方资源汇聚爱心 在春节前送暖 要让每个家庭都能温暖过冬 新北市土城警分局 协同警察知有会土城办事处 攜手送暖 发放关怀金 民生物资等给独居长辈和弱势加户 并贴心慰问生活近况 让长辈们在寒冷的季节里倍感温暖 来跟你做慰问 希望你今天好过年 亲切问候长辈身体状况 并送上生活物资及关怀金 土城警分局协同警察知有会土城办事处 到独居长辈和弱势加户家中访试 让长辈被感温馨 我们是包了一个补充块 还有一些零食的米 还有一些小东西 那我们是每年都有寒冬问暖 这个事情在做 只是一个小小的来关怀一下 走入社区巷弄 土城分局以实际行动关怀弱势族群 适时提供协助以及转介社福单位 让生活陷入困顿的民众能够获得妥善照顾 本分局新北市警察知有会土城办事处 土城民房中队 疫警中队 志工中队 固定会在春节期间举办寒冬送暖 针对辖内弱势家庭及独自老人发放生活物资 特别是警政署自112年开始推动社区警政再出发工作 本分局非常重视本项工作 鼓励远警执行情区查查时 多发掘弱势家庭 善尽人民保姆的职责关怀援助弱势族群 土城分局也希望借此将这股爱的力量 传递到日常生活中 让社会增添温暖与爱心 寒假来点不一样的台中立新国中 引进三四层楼高的垂降还有室内攀岩 以及巨人梯训练学生的胆识 学习户外技能 不少孩子都说看似简单 其实很具有挑战性 成就感满满 也让校园建筑利用最大化 第一扣扣上了以后 扣上扣完接着 准备垂降 一步一步往下降 动作比蜘蛛人还要利落 开心的欢呼顺利的垂降 地点就在立新国中的甘云垂降场 校方引进了三四层楼高的垂降 以及室内攀岩和巨人梯的设施 让学生们挑战户外技能 教育应该是要多元化 而且趣味化 而且重视学生的参与跟实作 所以我们在跟主任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刚好国教授每年有一个机会 可以让学校申请户外教育 那我们今年一月 刚好也新完工一个巨人梯 也借此让学生真的 错过活动才知道 哦 原来他可以克服他自己的胆识 他可以找到他的信心 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 该怎么解决 两两互相帮忙 靠着合作无间往上爬 巨人梯也是国中校园内 罕见的设施之一 他套我在上面 镜头在转到舞蹈教室 五颜六色半层楼高的攀岩墙 也是校内的设施 握到手管就可以下来 抓紧岩冠 远离地往上攀 觉得太简单吗 来点有挑战性的 水水水 好 然后我们用手去拿 手臂越过梁柱 抓到浮板过关成功 看似轻而易举 其实要用到全身的肌耐力和协调性 让同学们直呼 技能学好学满相当的过瘾 这样让很多人都可以去尝试 来看看爬这个感觉 以前没有体验过觉得很新奇 刚开始的时候放会有点卡卡的 不太顺 然后后面就比较熟练 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就下来还挺好玩的 会想要再尝试第二次吗 会啊 但是上去还是会后悔的 活化校园空间设置体式能设施 不但让孩子们更有机会 接触多元运动 也让校园的建筑使用最大化 每一份捐血都是生命的礼物 但是你知道吗 近十年 台湾二十四岁 首次捐血的人口数大幅降低 年轻心血减少了近四成 我是谢仲武 2024年3月 邀请您一起响应 大大洗手 让爱会流 捐血加年华 我不要得上病毒 感觉免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 我不要得上病毒 爸爸回家要先洗手 换衣服才能抱我了 有人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 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 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请洗手 让卫生肠病毒远离我 幸福赚大钱 龙宗来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台中东区合作里邀了六位书法大师及明代 辉豪写春联送给李明 排队领取的民众是络绎不绝 法里半集的水血不通 市议员李中更是写下了 吉隆来家要祝福每一位市民 提笔辉豪大红色的春联写下 吉隆来家喜气洋洋 地点都在合作里的办公室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里长就邀请到了六位书法大师 以及明代写春联免费赠送给李明 这已经办理第15年了 老师都是我们地区非常有名的 像陈时照老师或沾桂岚老师 也是我们平常就有开书法班 每年几乎都差不多写个200分 那当然我也因为小时候 看到菜市场里头的老师写 所以多少也就练了一下 那非常高兴这些里长 或者公庙的主委 就会找我一起去共襄盛举 那这样子做已经十几年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 让大家体会新年的 这个欢乐的年节气氛 除了传统的春联之外 首绘的创意客制化春联也少不了 一笔一画画出国兰花 增添春联的多样性 还有还有象征吉祥如意的黄色鲸鱼 神韵和笔触都相当的细腻 再点上白色鳞片画得活灵活现 为木宝增添了不少的光芒和色彩 排队领取的民众更是络绎不绝 把小小的礼拜空间挤得水泄不通 让不少民众都直呼 每年最期待的就是大师们的辉豪 很喜欢独一无二的春联 里面真是用心 每年都会去办这个 我看这些老师很厉害 大家各国都带到生龙和符 真有看 一级棒的 因为今天是农年 我所以请老师帮我写 龙来大花还有平安如意 这些 透过新春会好 让乡亲们提前团聚 感受年节的热闹氛围 平安赚大钱龙宗来 幸福一整年 苗栗县苗栗市帮龙活动 今年搭上时事话题 邀请妇产科医师五龙 期待热闹银心之际 也鼓励生育 龙年生龙子龙女 而接生圣手的医师 首次体验当五龙手 觉得相当新鲜 跟着龙柱一起五龙不说 您不知道五龙手 其实是接生圣手 妇产科的医师 热闹银心鼓励生育 龙年就是一个很吉祥 飞龙在天 这感觉 希望我太高 留年了 用柳子 那龙女也不错 完全没有经验 所以很好奇也很高兴 尤其高兴市府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鼓励我们所有的市民 能够努力生育这样子 不会觉得市公所把那个 傍龙的龙年跟生育龙子龙女 结合在一起 觉得蛮有意思 这真的是天才的构思 别出新才的安排 不只要庆龙年 还搭上实时话题 鼓励年轻人生育 生下龙子龙女 也宣告今年傍龙活动 正式启动 翔龙巡装分别在2月13 14号举办 2月18号 御清宫广场 则许13位的 翔龙开光点睛 以及猫里客家龙选拔 2月23号 傍晚5点 赴千路沿线道路封街彩街 2月24号 傍龙之夜 其中23号的彩街 地点不同于以往 那彩街呢 在以往就是说 那种真路啊 种山路 那边都行的是 那样的交通 那因为交通管制的关系的话 就会影响民众的行动 还有安全的问题 当多民众犯刑 所以说今年呢 就是晒过来 就没有准备 走着走着走着 都严政府 在美方结束 高年时间嘛 没有这个帮流嘛 清老年 清后粮 尤其今年嘛 不知当国 要看得到 等老年 和有个表演发托嘛 其实没有上 一直都没有在严政府 有一次想到 启动的表演 卡卡康 一定要来参加 棒龙活动满满客家味 今年迎龙年 也盼生育新龙 家家户户都有机会 增添人口更加热闹 新竹县湖口香 行春宴曾经是全国客庄 十二大节庆之一 相公所二月十七年初八 将盛大举办 有白米五龙 二十个社区创意滑车 以及挑战彩接 三元工前 也有丰盛的客家料理 要让上万人吃到饱 传扬百年的食福燕文化 敲响大鼓 金龙镇虎虎生风 为虎口香行春宴揭开序幕 曾入选全国客庄十二大节庆之一 二月十七号年初八 要用壮观的白米五龙 庆祝龙年到来 香港所特别盛大举办 我们虎口香特有的行春宴 那也邀请我们所有的乡亲 还有好朋友来共襄盛举 而且这一次的我们的新春宴 我们希望的是万人食福 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 而且呢我们届时也会请 我们全台湾省最长的一条 百米长龙 来到我们的老虎口三元工 食福文化从日治大正年间 老虎口三元工落成后 已经传承百年 最初是为了让妈祖出巡队伍休息 信众以美食宴请 现在转变为行春宴 由五春六庄轮流举办 准备炒米粉 卤猪脚 酸菜汤等客家料理 让上万人吃到饱 乡公所今年也邀请金曲歌王谢雨薇 神棍乐团演唱 还有带动表演让亲子同乐 白米龙拿龙的就要三十个 打鼓的就要五六个 大概四十个 四十个还要替换人员替换 所以大概要六十个人 老的成员就把自己的记忆的功能 传承给下一代 刚刚打鼓的阿伯 九十岁了 是我们最老的成员 最小大概 国中生高中生 除了在三元宫 险慎宫等设置 龙年灯饰装置艺术外 二十个社区也将有创意花车 挑担彩街祈福 展现百年信仰文化和活力 春节廉价大家有想好 要去哪里玩了吗 苗栗县政府今年贴心推出 苗栗春游全攻略电子文宣 推荐县内七大场馆 还有初一到初五活动要点 推荐观光工厂还有景点 手机一查旅游资讯一览无遗 热闹五龙欢乐迎新 大家想好走春行程了吗 苗栗县今年推出春游全攻略电子文宣 让游客一手掌握 春节苗栗县真的准备好了 所以非常欢迎全国的游客 到苗栗春节来游玩 我们不但光光学会 各游戏区的单位 大家真的都 场馆也好 还有我们这些观光工厂也好 还有我们有很多景点 包括当然台山县的草莓 大湖草莓是最棒的 还有其实我们干吉利也很棒 还有各温泉区 我们大概都盘点了一下 真的有很多很值得游玩的地方 要怎么让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以及返乡的乡亲们 有最好的这样的旅游资讯 那于是我们将这个食宿 游构型相关的资讯 都整合在一个 这一个2024春游苗栗全攻略的 这样的资讯里面 那大家只要透过电子文学 QR Code的扫描 就可以连结到这一个资讯页里面 苗栗好好玩 春游全攻略 像是县内七大床馆 春节不打烊 期间有特展DIY 而来访苗栗初一至初五活动满满 一文首作观光彩果拜妈祖庙等 另外县内的观光工厂度假村 都在春节推出游会活动 想要赏花有樱花炮炸花向日葵 最大亮点今年还有三大抽奖活动 而且利用这个期间如果到苗栗来 我们有准备摸彩的奖品 我们最好的奖品是iPhone15 所以希望大家到苗栗来 利用年假期间到苗栗来游玩 那甚至我们也叮咛了警察局 跟各分局一定要把交通的知识 维护好 让游客来这边不会受到塞车之苦 大年初一初二苗栗县长中东景 和夫人女儿分别都有花福袋的行程 要在新年之初送给县民满满的祝贺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的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铜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还 提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政署 关心您 采买年货高雄首选就是三缝中阶 多达100多间的店家 不论采买干货或是零食都能够一次构足 商圈理事长武靖昌表示 今年价格趋于平稳 民众可以放心采买 过年必备的零食花生 海心果 海式香菇 鱿鱼干等等 年菜食材 店家都已经备好充足的量 要来迎接采买的民众 一边趁重量一边还要找钱 工作人员的手忙个不停 南部最大的年货大街三缝中街 已经在1月20号开跑 买器比往年来得忘 不少民众不想人挤人 早在元旦假期就先来采买 今年才比较早 12月初就都是有出来了 今年比前年好多 今天买器有回升 跟去年相比的话 回升蛮多的 应该有进步四成以上 今年有提早 大概从元旦开始就忙到现在 我们今年买器大概从元旦开始 到现在都很忙 尤其我们年货大街 一二十开跑以后 人数更多 无论是糖果蜜饯 还是鱿鱼丝 虾米干贝等等 三缝中街集结南北干货 四百公尺长街区 就有一百多间店家 让民众不管是采买干货 还是零食都可以一次构筑 商圈理事长伍敬昌表示 今年价格趋于平稳 民众可以安心采买 基本上都会买香菇 干贝 还有鲍鱼 乌鱼籽 还有虾米 煎果类 鱿鱼丝 大概这几样是最畅销的 鱿鱼这部分大概都跟去年差不多 鲍鱼因为打开就可以用 所以在年货上需求量也蛮多 但是价格上也很平稳 这些东西比较多 这些鱼鱼比较老实 他都会好的就跟我们说好的 不然他会介绍好的东西 每年都会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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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带家里来买 不然就来帮他买 品质好还稍微 差不多 我们就反省他的品质 像我说好价格好价 吴敬庄表示 年货搭街活动一直到2月9号除夕当天 呼吁民众要把握年前采买 虽然三奉中街的价格公道 也借民众货比三家不吃亏 春节即将到来 花卉需求量增加 台中厚里种植的百合花 却因为气候不稳定 产量减少三成 价格也稍稍调涨 产地价格从原本的350到450元 涨到了400元到550元之间 账幅超过两成 花农们采收百合花 准备赶在年前出货 这是厚里重要的经济作物 种植面积共91公顷 今年受气候影响 产期延后产量少三成 那今年气候的 因为之前比较寒冷的关系 那今年的采收期 有稍微延后一些 大概晚了两三天 那不过以厚里整体来看 厚里的一个出货量 应该可以占到 整个预计计划的七成 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所以说今年的 那个百合的品质 是特别的好 因为气候温差大 而且日照又充足 所以说今年的 花卉的品质是特别好 花农将百合花多余的叶子 弄掉整理好放上书 送带打包 这一把把花束是 每年过年前戏家家户户 都会买回家 白色增添年节气氛的花卉 今年采收期延后 浪花成长时间延长三天 品质上反而更佳 但产地价 从原本的350元到450元 涨自400到550元 涨幅超过两层 此外花农也尝试种植 小桥可爱的新品种 老虎百合 所以这是我们厚里 一个重要的产类 那我们知道我们厚里的 整个冬季百合的产量 占我们前省的80%到90%左右 所以我们只要厚里 维持稳定的供量 我们一定的这个价格 会比较平稳 农历年前厚里区长 亲自访茶花农 了解花卉产量状况 让大家都能过个好年 休耕地撒上波斯菊和油彩花种 乡间小路 变成了超过一公里的花海大道 白粉紫黄都有 新竹县琼林乡逐二十二县 包含魏佳 镇佳老房等五处赏花景点 已经盛开九成 吸引游客散步骑车 还在花田间摆茶席拍唯美照 蓝天白云下 阳光洒在白色粉色紫红的波斯菊 丛林乡逐二十二县道 周边处处绽放花海 逐二十二县道旁的波斯菊花海 已经盛开七八成了 但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只要再走两步 就能看到盛开中的油菜花 呈现金色粉色交错的美景 收根稻田还留有稻头 同时撒了油菜花和波斯菊种子 生长出双色花海 还有地主在花田间摆了桌子 游客自带精致茶具组 当起王美 因为我是住在这附近 所以我每次都很喜欢来这里散步 尤其它每一个时节的季节都不一样 尤其现在是休根的时候 会有波斯菊花 还有那个油菜花田 都非常的美 湘工所提供一百六十公斤花种 从大溪谷社区一直到月桃窝 蔓延逐二十二县超过一公里 不论是广袤梯田花海 或是粉花装点老祠堂 待上次拍棒走在田梗 都能拍出绝美景致 逐二十二县的居民 每一年其实都自主性的 会跟公所领我们的波斯菊的种子 还有加上他们自己本身的 油菜花的这个花田 所以在其实在十二月底一月开始 我们就会陆续逐二十二盛开 第一个景点大溪谷附近就有一片 在第二个景点过来就是 我们的郑家祠堂前面 现在我站的地方也有一片 再下去一点点 魏家祠堂的附近那边也有一片 再过去就是靠近我们的 这个郑家的老房子附近那边 也有一大片 欢迎我们的乡亲有空多来走一走 包括魏家 郑家老房等 约有五处赏花景点 现在花矿开满九成 年后陆续产为绿肥 过年期间赏花踏青正是时候 春节想好要去哪里走春了吗 桃园市中立区 马祖新村会是怀旧中有创意的安排 马村邀请中原大学商业设计系的学生 展现创意 完成了情境布置和文创商品设计 以香味和记忆融入马村的特色 中立区马祖新村有桃园江军村的称号 文化局邀请中原大学商业设计系合作 由师生完成四个月的卷村采集和访谈 从马村的建筑物外观到居民的记忆出发完成设计 这一个餐酒馆的情境布置 发挥江军村的异象和味蕾的记忆 打造独特的餐酒馆 打造一个餐酒馆之后 因为我们发现就是马祖新村的夜间活动比较少 所以我们想要就是利用餐酒馆部分开在下午跟晚上的方式 来就是宣传马祖新村 那我们结合历史跟一些文创的特色之后 进行了一个情境式的餐酒馆的设计 这样 这项成果展在马村文创园区实验一郎展出 呼应文资保存和再利用的议题 结合地方特色打造创意举落空间 商业设计系学生发挥巧思创意 从著名的新兴屋籍找到灵感 将马村的特色融入文创设计里面 同学们就是根据这个整个很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场域 把它的一些特色提取出来 然后去设计了有餐具、文具、邮具 还有一些跟马祖新村在场域里面的商家合作 开发了一些比较属于相分相关的产品 学生们和设计师在怀旧的空间里寻找新鲜事 用设计专长完成新的美学设计 马村园区从大年初三开放参观 在实验一郎一到三号卷设 可以看到学生的创意 也能走访园区感受马村限定的空间氛围 以上就今天的TNews联播网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李方段 对你一切身心 我们再会